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擁抱心理諮商所的副所長 張宇傑諮商心理師 你會不會覺得最近的生活 充滿著龐大的壓力 然後去試了很多紓壓的方法 或是你很想去找朋友聊的時候 可是朋友沒空 但你想看心理諮商 因為諮商又好貴 所以就想說到底有什麼方法可以來照顧自己 今天我們就要來個不常私的自我照顧方法 而這個方法呢叫做蝴蝶擁抱法 那什麼是蝴蝶擁抱法 其實就是它會像是這樣用你自己的雙手 輕輕的放在自己的雙肩 然後就很像蝴蝶的翅膀一樣 然後會透過一次拍一邊 再一次拍一邊 再一次拍一邊 像這個樣子的動作 去好好的安撫自己 好 那這個動作等一下我們可以怎麼執行 我會來慢慢的說 但我要先教你要執行這個動作之前 你總不能很尷尬的就是 我想要安撫自己 你就坐在辦公室的座位上就這樣突然這樣起來 同事可能會覺得你是怪人 所以要進行蝴蝶擁抱法的時候 請你先去第一個 找一個會讓你覺得自在的獨立空間 舉公司為例子 譬如說就可以去廁所 廁所的馬桶間 或者是茶水間 就是平常比較不會有人去的 或公司的樓頂都可以 就找一個讓你獨自存在 然後會讓你覺得安心 然後第三個是不會有太多 或吵雜的聲音干擾的場所 所以如果平常你在家裡 也可以在你自己的房間、客廳 最重要的就是你覺得安心和不會打擾 然後就可以開始進行這件事情了 那該怎麼進行蝴蝶擁抱法呢 我先直接示範一次 假設就是工作上被老闆罵 然後同事很雷的狀況 我想要擁抱和安撫自己可以怎麼樣 好,我已經到了一個讓我安心的空間囉 我可能就可以閉上眼睛 然後把手放在自己的雙肩上 然後先開始 從一邊輕輕地拍 拍幾下都沒關係 跟著自己的感覺 自己的速度 同時搭配呼吸 然後 可以開始地慢慢對自己說 這次會遇到 這麼倒楣的事情 真的是有夠隨的 我會覺得很生氣 很失望 很難過 那是正常的 是因為我對這個工作 真的好在乎 而我的用心 沒有被好好的看見 我會失望 我會失望 這是可以的 我想要好好的謝謝自己 因為在這個過程中 我比誰都知道 我已經夠好 夠努力了 謝謝我自己 我相信我自己是值得被愛 我相信我自己是值得被愛 值得被尊重 跟值得被看見的 跟值得被看見的 好 然後你可以讓自己 再慢慢地 把手放鬆 過程中 過程中 同樣都繼續 保持穩定的呼吸 感受到自己 嗯 心情有比較平靜一些後 再睜開眼睛 回到這裡 跟自己在一起 好 那我們就來講 剛剛操作中 來拆解它的原則是什麼呢 通常我們人 在附向情緒的當下中 我們的交感神經 會不會很激化 交感神經 其實對我們來講 很有用 因為它會讓我們 就可以去戰鬥 或者是 可以去努力 可以去前進 可是有些時候 人太辛苦 太焦躁 就是因為我們交感神經 太火化 所以蝴蝶擁抱法 它其實 它在生理學的原理上 它透過 你身體的左右平衡 有點像是 你自我 就去做一個 催眠和安撫的作用 它在觸發的 就是你的 副交感神經 幫助你的 就是達到一個 安撫的一個作用 那 在這個過程中 當你開始透過 這樣的平衡 拍拍 去讓自己去意識到 自己的身體 同時也會讓你 從腦袋很糾結的思維中 開始感受到 身體的感覺 好 那再來的是 當你感受到 身體這件事 你也可以更感覺到自己之後 語言的說出來 第二個步驟 語言說出來很重要 因為有些時候 我們人的腦袋太聰明了 裡面會有好多好多想法 但你最辛苦的就是 腦袋之間會互相打架 所以語言說出來 有兩個很重要的好處 第一個 當你說這個語言的時候 就代表你在腦袋的眾多的想法裡 選擇一個 最舒服 照顧自己 體貼的話 說出來 所以那是第一次的認證 而語言 當你在說的時候 你說出來 聽到自己的耳朵裡 那會是第二次的見證 因為你的耳朵也幫忙 接收了這件事 所以蝴蝶擁抱法 除了身體的使用之外 手的拍拍之外 我會鼓勵你 還是可以低聲的說出這些 正向支持鼓勵自己的話語 它的作用來自於這兩個地方 那你可能問我說 啊語捷剛剛你舉的是 工作上的狀況 那如果是愛情咧 家庭咧 或者是跟朋友相處 或是錢等等的 都一樣 都一樣 你說的東西裡面 基本上幫我保持這三個原則 第一個 去接受自己的情緒 很多時候我們人會很難受 就是因為我們覺得生氣好了 可是我們去壓抑它 或者是丟掉它 那你其實會越想越氣 因為情緒這個東西 你只管是把它壓掉 或是丟掉 它是不會改變的 不會消失的 它會在你不注意的時候 跑出來打你一下打你一下 所以不管是在你的 跟人際愛情 或家人等等的關係中 先去看見你的負向情緒 假設是生氣 所以把你的生氣的感覺 說出來 讓生氣被聽見 生氣就會覺得 哇我終於被看到了 有被好好的呼呼和秀秀 第二個 肯定自己的情緒 因為對我們台灣人來講 我們很容易用結果去判斷自己 做得好不好 但是我們都忘記過程中 自己有多努力 所以使用的語言呢 就多一點是去好好的去看見 努力的過程 自己真的已經很不容易了 或者是我真的已經夠好了 像這些話語都是很好使用的 然後第三個 讚美和欣賞自己 欣賞就算有點困難 那我們就至少先從 謝謝自己開始 就謝謝自己的努力 謝謝自己的好不容易 謝謝自己活到現在了 謝謝自己面對那麼 討人厭幾百億的人 還是願意跟他相處 然後謝謝自己可以好好的還待在這裡 那所有在進行的三個步驟中 重要的都是要幫我保持呼吸 然後眼睛閉上的好處是 會讓你可以跟自己的內在跟連接 不會透過你眼睛張開 你可能看到的就是廁所的門 然後你還是就會分心 所以眼睛閉上 然後關鍵到哪裡 你可能問我說 那語姐這個要做多久 每個人的時間不一定 關鍵在於是 你感受到你的情緒 比較安穩和平靜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先幫我 先把手放鬆 因為這樣拍久也會累 然後慢慢的再把眼睛睜開 過程中一樣都還是慢慢的深呼吸 那這就是一個可以照顧自己 身體心理 一個很重要的蝴蝶擁抱法 所以各位親愛的朋友們 如果你覺得壓力很大 可是身邊沒有人可以幫忙的時候 這是一個自己陪伴自己的 紓壓療癒方式 推薦給你 期待我們都可以更好好的愛惜自己喔 我是張雨菊智商心理師 期待我們之後見 掰掰 掰掰 好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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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